因為SUV的熱賣 很多人覺得說我買車的話 其實我買電動車 我也要買SUV的車款 也因為SUV這種休旅車熱賣 造成了有一些環保的團體 不滿抗議說 這個SUV是我們環境最大的殺手 可是為什麼電動的SUV也遭殃呢 對 其實在英國最近發生了 一個社會事件 他們有一個很激進的環保團體 他們還有名稱 它叫Tile Extinction 就是輪胎消滅者 這非常激進 各位觀眾千萬不要學習 它是直接在一周裡面 就隨機在路邊 刺破了一些SUV跟四乘式 4x4車 200多台車 他們的論點就是說 我不管你是Hybrid 或是什麼純電車 你做出來的SUV 就是浪費整個社會的資源 譬如說除了有污染之外 當然純油車會有污染的 這個判排的問題 然後他也覺得說 可能SUV體積比較大 浪費了停車空間 或者是車身比較高 有行駛的危險 車禍造成率比較高等等的 他覺得說這是 甚至污染超過了航空業的 整個一個碳排放的計算子 所以他們非常 他們非常反對SUV跟四乘式的 這樣比較大型的這些休旅車 那這個新聞其實 大家可以來探討一下 那其實在10月的時候 這個豐田集團的 這個豐田張藍先生 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在去年底 他就展出了他們未來 8到10年這個EV大軍 大概有10多台 當時他就有講說 大家現在全球面對的 這個敵人 應該是所謂的 如何去降低碳排放 而不是一味的 就是一直輸電動車 電動車 因為你在造車的過程跟產電的過程 還是有碳排放的量 沒錯 那豐田張藍先生就說 以他們家的這個Hybrid 以及PHAVE 長年以來的這個平均值計算 三台的Hybrid或PHAVE 這樣的混合動力車 它的減碳表現 就等於一台純電動車 所以他覺得這個短程的 這個時間之內 大家還是應該把目標 放在這個減碳排放為目標 而不是一味的去把動力系統 全部太換為 車位的純電 BEV的車款 才是唯一解決之道 那這個是豐田 他們提出了一些 不同的論點見解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的看法是什麼呢 如果對於有手排魂的 觀眾朋友 可能真的是沒辦法 接受電動車 即使是假的電動車手排 應該大家也不能接受 沒關係 現在的市場上面 還是可以找得到這個手排車 如果新車市場一直在缺車 我們朝中古車市場 來幫大家找找 愛大就幫我們分析 現在熱門的中古車手排 有哪一些 以中古車市場來講 你要選擇手排車 但選項其實認真說不多 你看到沒有 Subaru的WRX ST Focus的ST Mazda的MS-5 Toyota的86 那86現在我們看到 畫面上來講 這是一款最新型的86 那其實在之前呢 上一代的86 其實也是手排款 如果你要更追求 歐斯庫復古一點 你可以買藤原拓海 那一種AE86 也是有手排的 那當然Toyota的86 它有另外一個 孫生兄弟車是BRZ Subaru的BRZ 一樣是手排的車型 那Focus來講的話 就是有這個手排跟自排的 一個兩種的選擇 那其實我們還是看 像這個MS-5來講 它也是特殊的一個產品的存在 它也有自排 也有手排 也有敞篷 也有硬頂開篷等等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但是啊 但是我覺得 人啊 一定要享受過這個駕駛手排車 人車一體的樂趣 才是真能享受到駕駛的一個氛圍 即便現在我們不開手排車好了 我們開自排車 我們一樣可以享受到 引擎轉速在拉轉那種 那種感覺 而且那不是模擬出來的 那是電動車永遠沒有辦法辦到的 那當然你看到沒有 那個叫做換檔的那個概念 那我們就要提一提 手排車為什麼這麼迷人 其實手排車現在開起來 已經沒有比自動排檔來得快了 是 沒錯 肯定 現在自排車的換檔速度 其實不是在現在 我記得在2000年初期的時候 包含了這個B&W的 E46的M3 出了SMG的這個換檔系統 其實那時候它的換檔速度 就已經比手排車要來得快 可是直至現在 我們還是沉迷在手排車的駕駛樂趣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知道現在台灣 可以買到最多手排車型的品牌 是哪一個 Toyota Toyota GR86 GRSUPER GRYS 還有TownS TownS 四款手排車型 但是因為買手排車的消費者 基本上很少拿來上下班 日常用品代付 像之前我買了一個 GRYS手排的 你不是開得很開心 我告訴你 我很開心 我半年開不到2000公里 實際來說應該是1800公里 那我從我家裡出門開出去 兜兜風 享受一下陽光 享受一下駕駛樂趣 出門再回家 大概就是100公里 出頭左右 大概120公里左右 換算起來 我半年總共只開了不到15次 平常時間我還是開另外 自動排檔的車型 所以手排車相對而已 就是真正愛車的人 會去享受它 那在中古車市場上面 裡面來說的話 相對保值 而且是Super保值 超級保值 手排車 對 手排車 而且冠儀剛剛提到 中古車比新車貴有沒有 是 在這幾款手排車型上 曾經都有出現過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手排車為什麼迷人 我想你要親身駕馭過之後 你才能夠體會到 那我就給大家兩個建議 第一個 手排車異常相對的保值 所以如果你的經濟範圍許可 訂新車 買新車 因為你會覺得 開了兩三年的手排車 還要這麼貴的價錢 我覺得划不來 買不下去 那當然就買新車 對 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 買中古車 怎麼會打臉自己 又叫人家買新車 又叫人家買中古車 因為什麼 剛剛我們看了 在這個大通膨時代 普遍性的大眾車款的中古車價錢 水漲船高的比例非常的誇張 如果你用那一個範圍的比例 來看待這個保值的中古車 你就會覺得合理 其實並沒有太貴 所以當你的預算考量的時候 你要選擇 圖表上任何一款中古車 下手就對了 好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喜歡手排車 然後現在馬上就要車的話 去中古車市場也可以找找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 在新車的部分 可能都要稍微再等一等 但也因為時代的進步 也許也有可能也是因為環保 因為電氣化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手排的選擇在接下來 可能會越來越少的 甚至於有一些車款 也要畫下句點的就好比 如果你想要入主這個豪華品牌 想要擁有三芒星的光環的話 一般的人會覺得說 最好入門賓士的車款就是A-Class 但是A-Class說 接下來這個改款 會是我們最後一代的改款了 意思就是日後 再也沒有新世代的A-Class嗎 曾經是入主三芒星 最親民 最好入手的 對 就是在路上 很常看到的A-Class 它最後一次的小改款 可能就 目前大家可能會在 最近可能就會進行一個小改款的動作 但是這次小改款可能是燃油引擎 有燃油引擎的最後一次小改款 就是說它現在 現在我們要知道A-Class的動力 當然它動力是比較入門的一些動力 當然還是有渦輪增壓 小白系一樣的渦輪增壓的動力 當然還有其他性能的車型 但是以普羅大眾來講 我想要入主比較平價的A-Class的話 它現在小改款之後 會變成油電混合的動力 就是輕油電混合的動力 輕油電 像我們之前 48V嗎 對 就是像賓士的EQBOOST的那套引擎 就是它會有一些輕油電的機構 然後當然包含有一些比較節能的設定 比如說我可能有滑行的 熄火 滑行的功能 在引擎低負債之下 它有一些引擎可以讓你熄火 然後可以慢慢讓你滑行 減少你的一個油耗的表現 然後再來它的一個車型之後 可能會這樣慢慢推出 但是外觀上面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小禎美容 它燈型造型變了一下 內裝它就是會再細緻化一些些 但是目前的這個 以國內的A-Class的銷量 平常心講跟上一代的車型 差很多對不對 差非常多 我個人覺得差很多 就像我們以前最實際的 在路上看到的A-Class 是W176那個世代 很好看 很好看 然後路上到現在還很多 可是到了177世代 你會覺得變得比較少了 是 少很多 對 銷量整個有大計 當然它有推出有四門的車型 有三門的先輩的車型 所以我個人覺得在現在 在不管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 大通膨的時代 你現在買一台中古的 或者是買一台新的車款 它們可能都會在入口的成本 可能都會比之前來的高一點點 但是假設你真的想要 像這樣子的一個在小改款 我們都知道 目前車輛在末代小改款的時候 它的配備一定是最滿 最好 然後價格可能CP值也是最高的 那你真的想要入主 像這樣子的A-Class 我覺得也可以趁這支小改款的機會 但是之後它可能全面 都會變成目前的EQ系列的 這種電動化的架構 我們就可以從EQA EQB這樣子的一個車型 來去揣摩說 未來的小改款之後 或全新世代的A-Class 可能會用什麼樣的電動化的設計 還有一個電池技術的鋪層 Honda也是積極的在推廣 它們的電動車 最近也有新消息 E N2這款電動車 它算是概念 它還是已經變成會亮產了 目前是Concept 我們知道Honda 我們都只是說 它只有一台Honda E 好可愛的那台 台灣也出現過對不對 那其實Honda在全世界 它其實在中國大陸的 著墨也是生的 因為其實我知道 過去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比較少去大陸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已經是 全世界電動車品牌也好 佔有率也好 生產量也好 全世界最大 對 全世界最多的國家 就是它們的電動車 蓬勃發展 對 蓬勃發展 它們那個四五十萬人民幣的車 坐得之豪華 那個程度已經把豪華車品牌 所有的最高檔電動車給打敗了 對 那你看人家一台車才多少 好 這不講 所以你在大陸的話 這個本田它們的合資 它就有兩家企業去 譬如說廣汽本田 還有東風本田 它們之前就生產過 就有發表過 以外型跟HRV很像的 那個車子叫做ENPY 那是東風廣汽本田出的 然後東風本田是出ENSY 也就是說它們已經 E-N這個電動車平台 它們在大陸其實已經開始實現了 但是全世界你可能別的地方買不到 對 因為那個車子在大陸就賣不夠 而且大陸本來就是因為整個 電動車的所有的資源 所以 對 好 好 好 來 我們 這麼 是